接著我們要來示範如何使用Composer來安裝PHP的套件 那這裡示範的是安裝Elloquent這個套件來做示範 那Elloquent就是雄辯很特殊的名字 它是一個在操作資料庫的套件 我們來聽一下它發音 Elloquent 那我們可以在Github找到這個東西 Elloquent 貼上 那它其實是一個 這個 我不知道這是一個組織還是怎樣 就是在Github裡面會找到這個東西 那它是for database 那所以我們就是要來示範 用這個套件來做示範 所以我們首先我們在寫專案的時候 首先我們會建立一個Web的專案資料夾 那我們這邊做示範的資料夾名稱是寫MyWeb 所以我們在我的project底下建一個MKDI 建一個資料夾叫做MyWeb 好 建好之後我們進去這個資料夾 可以發現裡面都是空的 好 那我們要在這裡面去建一個檔案 那這個叫做composer.json的檔案 那composer會依照這個檔案裡面的設定來安裝套件 所以我們來做一下 那我這邊所用的編輯軟體是g-edit 那composer.json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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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 GPedit嗎 edit打错了 gedit proposal 好那这串东西他是用一个大括号 两个大括号放起来 那中间会有一个叫做 require要求的东西 那要求的帽号底下也是用大括号夸起来 那这一串东西就是 这一串东西 好那星星表示 并没有说要限制特定的版本 好那我们先把它这串给复制起来 把它贴到 composer.json底下 好那把它储存一下 好那我们来中端机看一下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composer.json的档案 那最后的时候来进行安装 安装的时候下的指令就是composer install 所以是composer install 那它会依据它的相依性去把一些相关的套件全部下载回来 那下载需要一段时间 那下载完它会其实它是会放在一个叫做 vendor的目录 vendor的目录 供应商 vendor vendor的目录 好那我们待会等下载完之后 我们来看看 它应该会产生一个叫vendor的目录 那套件都东 第三方的套件全部会放在供应商的资料夹底下 那在安装的当中的时候 它有时候下载会蛮久的 所以其实 如果你下载完一次之后 你这个可以保留起来 然后call到其他地方使用 感觉是会比较快 但是不一定会比较新就是 那它就会去安装 安装 蛮多相关的东西 好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没关系来看一下 所以看到这边会有一个叫做compose lock 然后会有一个叫vendor 产生了这两个 一个档案一个资料奖 那我们来看vendor底下一下 好那底下就会有 一个是autoload的档案 他就是把一些东西全部 呃由这个档案去做一个引用 好那底下会有一个叫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因什么看一下 好 照亮 aluminate aluminate 照亮 发光 发光的 资料库 所以其实主要是这个 那他其实会下载一些其他相关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好那里面就会有一个database的东西 那其他还有一些相关东西 全部会 download下来 这样就完成了 呃 compose的安装php的套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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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